开放给现场的来宾 各位听众们 对于刚才 两位研究考虑 素有心得的教授 然后还有陈伯伯 还有军生 他们的这些分享之后 事实上 不管是在今天的这个座谈会 或者是这一本 施所段头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想我参与在其中 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就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思索 而很多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很可惜 我们缺少一个论坛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就是一个挺好的论坛的空间 刚才他们四位 用不同的角度 藉由卡密尔 或者说这篇文章的交集 已经产生了一个小小论坛 但是跟在座的各位 也可以有更多的 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不同观点的交流 那我们相信 在理性的思辨之下 这些交流是重要的 然后我读到全身 因为那小子他有讲到说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实行这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就是 你会不会想说 哪个年龄层的人 或是学生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成熟 或是开始有那个差子叛暴 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好就是在讨论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那时候是认为说 我觉得高中生 甚至国中生 应该就有这个能力了 可是也就会有一些声音 他们就会反驳我 他们觉得说 那个年纪太小 就是他们对着一顶莫不关心 可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像莫不关心 所以我们社会 常会变成对于事情 都那么的冷漠 然后想请问一下 谢谢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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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卡米威不是讲话 我可以证明 我也可以证明 小学五年级就可以谈了 就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广告应该可以吧 欢迎订阅废话电子报 废子联盟有一个废话电子报 那他有一个第十九期 就是双十 应该讲国庆日特刊 那第一 一共有十集 这份是压轴 那第一集就是 我跟我儿子的对谈 谈什么 死刑 那我很惊讶我的儿子 其实我儿子讲到卡 卡米威讲到的一个观点 真的 我真的很 我从来 我以前自己反而没想到那个观点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 你刚才看到了 蒋宗正的那几个东西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那个死刑 被国家去滥 用那个 我不会把他当作第一个 反对职业理由 可是我儿子竟然把他当第一个 我吓一跳 所以你说 多大的孩子可以去谈那些 其实不用那么刻意 也不用那么直接 其实 但是 五年级的孩子 真的可以思索 而且他还有好多观点是让我自己都非常赞叹 我可以做一个小小补充 就是说卡米威这篇文章呢 在2008年的时候 在法国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出来 他是在那个 Folio Plus 是一个专门给中学生看的 的一个文库 那中学生就是小学弟以后的中学生 那事实上除了这篇文章 他们另外又加了一百多页 对于卡米威这篇文章 还有有关于飞除死刑的辩论 还有全世界死刑的状况 等等做了一些一些资料的汇整 所以他其实 的确是 至少在法国的经验里面 是在中学生 就是一个可以直接拿来 认识思考 讨论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